伊朗投金革命 踏入一周年之际 首都德黑兰在爆发道德执法争议 一名16岁少女搭乘地铁时 疑似因为没有戴好投金 而被道德警察推倒在地 伤众昏迷 再次掀起民间怒火 德黑兰地铁公司发放的影片显示 列车到战以后 16岁的少女阿米塔和两名朋友 一起走上列车 不久后就失去意识 倒在列车内 被朋友抬到列台 地铁公司随后否认 少女被道德警察对付 相信她是因为血糖低才会昏倒 少女的父母受访时也认为 女儿被道德警察攻击的传闻不太可信 不过当地的人权组织指控 执法当局禁止少女的父母对外发言 而该组织还发布了少女在医院的照片 强调她头部和景象受重伤 明显是曾经被人暴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显是许 certain只是